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针对这样的病人 其实说他有心灵上的问题 我们会看他的是什么状况 也许只要病友的支持 同病相应的病友的支持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像我也在同时兼任 我们高医的癌症中心主任 我们把这一个结合在一起 包括我们的像整个化学治疗 整个盟准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我们包括药物 各方面都集中在一起 就是这个病人 只要到我们的高医的癌症中心来 那我们的所有相关的人员 大概都到位能够帮你做检查 那更重要的就是像我们的癌症中心是 它很人性化 病人进去你看不到护士站 你看到的是谁 是我们的义工团体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木棉花的 乳癌的这个关怀的这个团体 那这些义工呢 全部都是我们的病患 那当然不是只有乳癌 还有包括其他癌症 他都在那里做义工 包括他要问什么问题 或者是相关的 我想这是未来我们的走向是一个 比较针对 让我们的病人不会接受 我是到医院来 是 这样对病人的心理很好 侯医师我看到几个故事 然后我把它浓缩成了文字 在这边我想要问你 例如说那个时候你下乡嘛 民风比较保守 所以你看到有些女性求诊者 他一看到是男医师 然后他就很尴尬的拒绝你帮他做处诊 你觉得像这样故事的个案都不多 那个时候你当下处理的态度会是什么呢 事实上以前是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站在我的立场 其实你看我这个长相也哀哀的 所以讲起来他们也蛮能接受的 尤其乡下的话我就用台语讲 用台语讲 你都会怎么教他 我说不要紧 就怎么我给你做一个看这个就好 就知道你怎么 黏着就让你回来 其实病犯的心理 我们主要站在他的角度 尤其如果老一点 我就会说你也希望看你身大汗 有时候他乡下在做检查 他会带他的身子来 可能在照顾身子他顺便带来 你也要看他大汗 看他大汗 这个角度去介入他的话 他会觉得对喔 也许他已经一颗很大 而且又臭臭的 但是我们会跟他鼓励他说 你这个还有机会 我们就尽量去治疗 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我们去下乡去做 其实我们要很感谢 我们台湾有这个卫生所的这些人 像我在高平地区比较常合作的 像高雄县的卫生机 那我们有一个 他有一个叫郭银社的这个科长 他也是长期他们是 跟我们的安排去说 到每一个乡村去 那他们的话 他们的能力更好 他会去鼓励他 要怎么样去做 OK 所以这倒不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侯医师 你会不会在这个接触 个案的问题里面 也发现了所谓的金字塔顶端 跟阶级 刚刚我们所看到是在基层 但是我想问你一些有关 比较生命层面的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 他真的是在个案当中 让你体悟到 就是健康是无价的 再多的金钱 也没有办法去挽救 任何健康的世界 类似这样的人生故事 我想健康是部分贫鉴 不分贫鉴 那当然有的人很有钱 有的人没有钱 那在我的个人的想法 不管你有钱没钱 在我们医生的话 我们都把你当成一个生命 去看待 去怎么去 自己好好地帮你治理 那当然话讲回来 经济能力好的 他当然取得的资源会比较多 但是在我的盟诊 在我的个人的看 我都是认为是一样的 认为是一样的 我倒比较会想去鼓励 这些经济情形比较好的 他完了以后 他能够去回馈这个社会 去资金 很选去做一些这样的服务 那事实上我的病人有 但是各位都知道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 他有时候也不喜欢 人家知道他的宿命的情形 那站在我们医生里 我们这一辈 保存他的隐私跟秘密 是 但是我们也曾经遇到 有的病患也是说 因为佛医生有关系 所以我做了什么样的奉献 做了什么样的金钱上的 去阻止一些 比较促善的团体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当医师 也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你看盟诊 你今天是看了一个 两个 是他现在发生病的 那很重要的 你要传承下去 OK 你要让你下面的年轻的医师 那年轻的医师 把你传承上来的话 在你很忙 比如说我今天来录影 可能有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可以帮你做处理 而且也要把它信念到 独当以外 所以我想这个 第一个传承就这样 第二个不止这样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 要去给 Penning的地区 给这些 他的这个经济情形 比较差的 这些人 给他有健康的观念 所以 有时候讲一次坦白 有时候我们很忙 但是呢 我常常跟一些公益团说 主要我有时间 你少一点跟我 我一定会尽量播吃来 去做这样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曾经到 这个山地的乡 去教我们的这些小孩子 其实说 癌症这一块 要怎么样去照顾 怎么样去注意 是 OK 侯医师 还有一个个案是说 你曾经遇过这个 男性乳炎的患者 男性乳炎患者 但是他不愿意面对现实 有的时候他会撒谎 他说我是来帮我太太拿药的 不是我来治疗乳炎的 有这样的个案 还有就是男性患者 这个比率是多少 男性也会得乳癌 但是男性得乳癌 年龄大概都比较大 那他大概比例就是说 我们女孩子一百个的话 他大概一百分之一 就是一个左右而已 那台湾的男孩子 也就是男性来讲的话 其实讲起来也是 不晓得是过去的这种 我们的这个男性的 这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因素再来是怎么样 反而比女孩子不好意思 所以第一个会沿路 那第二就是说 我刚刚你刚刚讲的这个 也有病人来 刚好遇到熟人 他是这么讲 那当然我们心知对毛 就笑一下 但其实在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医师知道 有这样的病人 我们大概都会跟他接你 你就早一点来 为什么 因为我都七点半就开始看诊了 所以你早一点来 大概就可以避开男儿的状况 这样的话就可以 病人也很好 那对你的关系也很好 不然他来一大群的这个 妇女在的话 他也觉得很尴尬 这是你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广告之后回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如何预防 让我们自己更健康 继续说定 对于乳癌来讲 事实上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五人的存留率 如果有好好治疗 绝对是80%以上 那如果是第一期的话 更可以高达90几%